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佛者 跋山涉水而来 必须攀登近百个世界才能来到佛前 而大佛已经等待了千年 众生立于佛前 顿感自身渺小 央视大佛与之续线相接之前 最先看到的就是大佛永恒的微笑 日帖人心 洛阳南郊 一河两岸 至今仍保留着2345个库坎 近十一万尊佛像 两千八百多块提记备刻 仅八十座佛塔 构成了完整的世界文化遗产 龙门石窟 这是世界上营造时间较长 枯刊最多 造像最多 雷克提记最多 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 令人叹为观止 一河两岸 两山对峙 一水中流 呈现 争容两山门 共一一水秀的天然门雀器官 故称一雀 公元604年 隋阳帝杨广 登基成帝 他带着群臣登上芒山之巅 眺望一雀之赛 我又大发感慨 这不正是真龙天子的门户吗 于是在洛阳建起东都 攻城正南门正对着一雀 从此一雀一称龙门 隋阳帝关注一雀之前 沿洛水两岸已有过二厘头 沿诗商城 周王城 汉卫洛阳城 四大都城遗址 洛水商商 见证着这座古都的风雨沧桑 与王朝更迭 见惯风云变幻的 还有龙门石窟里那些佛像 以开造于北魏时期的 冰阳三洞为例 其中造像 脸型长方 表情温和 袖骨倾向 包衣薄带 与大同云岗石窟相比 那种深目高鼻的少数民族特征 已不复存在 铁身锦绣的少数民族服饰 也变成了宽袍大袖的中原风格 无论是从形象还是衣冠 在龙门石窟里 我们都可以看到 外来的佛被逐渐汉化之后的痕迹 龙门石窟 行于北魏 止于宋代 历数百年时光 雕刻而成 一河两岸 尼如风房般的大小枯坎 随行就绪 参差错落 山水连天 令人生出 谁穷造化力 空向两崖看的凯探 2000年11月30日 龙门石窟 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对其历史文化价值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委员会 用三个最高度评价 龙门地区的石窟和佛看 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 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期间 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 这些详实描述佛教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 代表了中国石窟 代表了中国石窟艺术的最高峰 在不同人的眼中 龙门石窟会呈现出不同的价值 考古研究学者焦建辉 看到的不仅仅是石窟造像的美 它又隐藏在造像背后的历史细节 如果把这些细节拼接一处 就能穿越时空隧道 带我们一窥历史的真实面貌 公元493年 秋雨连绵 从平城到洛阳 鲜卑族的孝文帝拓巴红 甩大军三十多万 挥石南下 号称春兵伐旗 队伍在泥泥的征途中 跋涉了一个多月 才抵达洛阳 人困马发 一个个疲惫不堪 被魏孝文帝这时说 如果不能南进 就迁都在洛阳 同意地站左边 不同意地站右 一边 此前 鲜卑族将士们 从没想过千步洛阳 但一听 可以停止老师难争 纷纷表示拥护千步 他们哪里知道 小文帝早已下决心千步洛阳 学习汉族先进文化 因怕群臣与将士反对 就自编自演了这出活剧 对后世乃至中国 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正是在这一年 龙门山崖壁上响起了叮叮咚咚的 腐凿之声 崇佛的孝文帝为祖母冯太后 营造伊德窟 古阳洞 龙门山上第一座石窟 支持孝文帝改革和千步的王公贵族 高级官吏等 也在这里发愿造像 往事跃千年 透过古阳洞中 造像艺术细致末节的变化 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看见 和触摸到历史的变迁 这具造像 秀古倾向式的销售的形体 薄伊伯代式的宽松的服饰 表情温和 潇洒飘逸 这显然是北魏孝文帝 实行汉化政策 借鉴东晋南朝和中原 汉文化影响的结果 千都方毙 刚刚在天下之中的洛阳 站稳脚跟 这位23岁的年轻帝王 就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静福语 改汉姓 尊孔子 全面汉化 彻底融入中原 华夏宜官 从此无分胡汉 马背民族 勇武强悍的气质 注入到中原汉族 文质彬彬的血脉 让中华民族 从此又走进了一个新的 大融合时代 人间一个甲子之后 龙门石窟又创造出一种 黄黄赫赫的大唐风范 出现了面相丰满 躯体风雨 龙胸细腰 典雅端立的全新造像风格 公元675年完工的 凤仙寺造像 卢舍纳大佛 代表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 最高峰 更见证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 武则天的君临天下 龙门石窟研究院 陆伟大学毕业就来到龙门石窟 谈指间已与卢舍纳大佛 相伴了几十个春秋 国代人若要很经验的语言 对这个龙舍纳大乡 他的这个交速这个机翼的高度 进行了总结 相好虚有红颜无比 别的啥都比不了 然后你大慈大悲 龙舍纳相看起也是 庄严 前领 神态又无一言中带有微笑 慈悲之相非常庄严 他的面相又非常丰满圆润 大慈大悲之悦之日 不代人对这个大慈善的崇拜 不就是日悦吗 庄舍纳大佛造相红伟 高十七米有余 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者 头顶悬窝发文迹 身披袈裟 表情慈祥 既庄严又祥和 大佛面相丰满圆润 双眉细长 宛如新月 秀目充满智慧与悲悲 无论你在哪一个角度 他都无所不在地看着你 看着衣雀变幻的四季 看着衣水流动的波光 也看着人间往来的过客 奉先寺洞窟勘志为 一佛 二弟子 二菩萨 二天王 二利世 一谱九尊世组合 阿难温顺普浊 菩萨华丽端庄 天王壮硕威武 力士刚强有力 即便是承担着天王 沉重身躯的地神 也被雕刻得出神入化 极具奋力对抗的精神 这些雕像显示出 从佛向善那种独特的匠心 圣堂是诗的时代 充满勃勃生机与不羁想象 今天每道龙门相似 陆维都会浮相连篇 想起虚酒 虚称年华 2016年至2020年 唐代皇家寺院香山寺遗址 首次大规模发掘 发现了较高规格 与较大规模的塔基 据推测 因为唐代入华印度高僧 帝婆赫罗木塔 通过考古发掘 在感受历史的同时 对当时唐代寺院的布局 历史严格 香山寺与龙门师窟的 重要关系等进行深入的研究 对中国佛教考古发掘 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白马陀经 誓已空 断碑残叉 剑已踪 在洛阳古城东面 一片郁郁葱葱的 长陵古墓之中 有一座被称为 中国第一古叉的白马寺 传说 汉明帝刘庄 因梦见金人 自西方而来 于是派人出使西域 拜求佛经佛法 公元67年 两位印度高僧 和东汉使者一道 用白马 驮在佛经 佛像 同返洛阳 次年 中原第一座寺院 得以兴建 为纪念 白马陀经 来到中国 故取名 白马寺 从此 漫漫两千年 开始了佛教 中国化的历程 洛阳 也成为 中国佛教 发源地 随着笃信佛教的 北魏孝文帝 迁都洛阳 石窟和佛寺 就成为 古都洛阳 最动人的风景 一千三百多年前 洛阳迎来了历史上 最繁盛的石器 那时的洛阳 是全世界著名的 商业都会 城中有南市 北市等市场 吸引了许多富商 来这里 从事贸易 他们将香料 与奇珍易报 输送到汉地 再将中原地区的 私语茶 输送到西方 洛阳今天 还有一条 铜陀大街 见证着当年 中原与西域 交往的盛况 仅在唐朝的 二百八十九年间 就有七十一个国家 派遣世界 来中国出使 达五百八十二次 留学生达到三千多人 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 史嘉珍 喜欢洛阳博物馆 那些色彩绚丽的唐三菜 胡人 胡马 商旅 骆驼 都让人想起 万国来朝的洛阳旧事 他常常流连于 龙门 不同时期的各个洞窟 想要在历史的拼图中 看见多民族 交融汇聚的 盛世辉煌 北魏王室 这个开库造像 可以说形成了 画时代的艺术风格 唐代是第二个高手 唐代的皇室 它是具有部分 宣秘血统的 官农的贵族集团 他们在龙门 是不大规模的 开库造像啊 从多侧面 反映出了 当时这个 开放包容 海纳 白川啊 多民族 融合的 一带凶风 从一个个年代 不同的洞窟中 他努力寻找着 北魏至圣唐的 流遍史证 从前的丝绸之路 调遥而艰辛 人们开阔造像 只为祈福并感恩 鲜卑 匈奴 劫 地 腔 柔然 窝丸 高车 脱绝 回湖等 各少数民族 全都在这里 努力融入汉文化 都在龙门石窟里 刻下了自己的心愿 洛阳地区出土的 大量三彩胡人勇 三彩骆驼 三彩天王 以及异域风格的 三彩器民等 真实生动地 再现了圣唐时期 洛阳作为丝绸之路 东方起点 胡汉交融的盛况 四路 驼灵生生 西域各国商旅 一边到中国 进行贸易交易 一边把愿望 留在龙门石窟 中亚 南亚 西亚 欧洲 北非 一条丝绸之路 让文化 连结起天下 华丽的火烧洞 飞扬灵动的浮雕 齐龙的东王宫 齐虎的西王武 道教的尊神 与佛陀同乐 西山 一座小坎上 留存的十字架雕刻 则反映出 唐代洛阳城里 警教的活动 中国本土的宗教 和来自南亚西亚的外来宗教 在咱们龙门石窟 共同的展现 这是我们多元一体 坚收并序的 中华文明的历史定格 也可以说 是我们中华文明 海纳白川 有永乃大之内涵的 这是反应 大量异域风格的音乐 舞蹈 建筑 美术 以及生活方式的遗存 都是东西方文化 交流的结晶 也意味着 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精神财富 和文化源泉 声歌一声 众策尔 古迪万曲 无人听 龙门洞窟中所雕刻的 纪约舞蹈者 演出盛况 也曾被写进 诗摩白居易的诗中 当他与世长辞之后 家人遵旗遗嘱 将他安葬在 龙门东侧的 琵琶峰上 守望着 被他打通的八截滩 龙门的山水间 留下了他 暗示慈悲与后人的 鸟鸟鱼音 与血脉传承 时代的变迁 与众生的命运 也鸣刻在石窟的 蹄记上 2345个窟刊 2800多块蹄记 各种人间悲喜 汇聚成河 在那些冷军 坚硬的文字中 寻觅鲜火 生动的人物 总是让高丹 百感交集 在太和十八年 十二月十一日 孝文帝 自洛阳出发 去攻打南朝 元祥也在军中 跟随南征 英语中 母亲高太妃 前来送别 母子二人 一一息别 元祥悲伤落泪 归去后 高太妃为求母子平安 早眯了向一区 愿世间的众生 都能得到造像的福音 时之战乱 连皇室一族也要承受 生离死跌 天下苍生 各有祈愿 却不是人人 能美梦成真 两千八百多块 提记 有人骑国运昌盛 有人求天下太平 有人盼争人早归 有人望何家团圆 大爱 大怨 大慈 大悲 秘密层层的龙门石窟群 凝聚着人们最朴素 最真诚的心愿 山河拱带 洛阳以河为名 居于天下之中 地处九州复兴之变 坐向八方福臭之力 历经十三朝国度更替 见证百余位皇帝登临 洛阳早已通晓了 心灭枯荣的时光法则 这座城自有一股 历久弥新的从容器 在龙门西山凤仙寺中 他已结家夫做了 一千三百多个春秋雨函数 世事无常 白云苍狗 而断臂残损的大佛 不为所动 依旧保持着迷糊般的微笑 看向仿佛无济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